这是第二个指标就是MACD MACD从它的公式上来看 实际上就是快速的26天的均线 减去它的12天的均线 然后得到了快线的DIF线 这个指标没有什么任何的滑桶 适用分时图上适用 然后你把它的均线切换成 它那个黄的分时均线就行了 DIF这个值就会 它没有什么任何特点 但是它很简单 所以简单才有效 这是DIF线 第二个呢 它是第一线 就是DIF线做了9天的加权 我昨天刚看了一个视频 就说它对于参入设置 为什么这是12 为什么这是26 还有就为什么选9天 它的解释是 MACD最早是海外发明过来的 海外最早的交易呢 是一天交易 就是一个周交易6天 对一个周交易6天 两个周交易24天 然后一个月 就是一个周交易6天 两个周交易12天 一个月的话呢 是休息4天 所以一个月是30减4减26 他们从数字上猜的 为什么是9 然后9的话好像是12减去起得等于9 也是这么推出来的 所以这是它的常规参数 那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MACD如果说是在 图上怎么显示呢 一样的就是 黑色的线代表的是DIF线 然后DA线就是跟紫线 MACD呢就是相应对应的柱子 对应的柱子 这是我们看到MACD的 就是位置和它对应的 分别对应的表示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不太去看它的灵轴 不太去看它的金叉 它死叉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需要去观察它的背离就可以了 那背离我们会有三种背离方式 一种呢是 当它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的时候 它的量能柱 也就是MACD的值 实际上是在乘下降趋势的 这种时候它是存在 就是背离 这个背离的含义就是 在往上涨的过程中 快线的位置 快线的变动 要远远大于慢线的变动 所以也就是说 长期上涨乏力 短期上涨快 过快 造成的你这种价格上的背离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再也能看到成交缩量 那基本上这一段 后边下跌的确定性 就会比较强 这是柱形的MACD的顶背离 就说价格在上涨 柱子在下跌 和它类似的是什么呢 是价格在下跌 柱子在往上涨 这个时候呢就变成MACD的底背离 然后 MACD的第二种呢 是MACD的交叉点的顶背离 交叉点的顶背离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说它的上边的死差 我们就都把它看成是 就是我们去看死差的空间位置和价格对应的距离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价格实际上在不断的创新高的 但是它的死差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下降的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情绪或者说趋势在不断反转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MACD的底背离 就是交叉点的底背离 就是交叉点在不断的抬升 但是它的价格是在不断下降的 这种时候呢就变成MACD的底背离 同样的我比较常用的呢是DF线的顶背离 就是说当我看到DF线的拐头的两个拐头位置 然后对应的这个就是就是顶背离 我会觉得这个信号更强一点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是当这个价格出新高的时候 这个MACD实际上是没有拐头的 那我们要做的是确认它拐头 这个确认拐头是在哪一天呢 是在这根线上 也就是说当这根线开始开的这么低 往上拉不上去的时候 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你已经可以认为这里出现了顶背离 最终或者说最好确认的是哪呢 是它的价格收盘的时候 这种时候是你确认这里一定会形成顶背离 哪怕在这里再继续反抽 这个顶背离可能都是确定的 那这种时候我们才能确认顶背 也就是说这个拐头彻底形成 这种方法也是就是陈老师在教育之路里用的方法 就是DF线的顶背离 然后底背离也是一样的思路 底背离又分两种底背离 一种是大的周期上的底背离 一种是小周期上的底背离 就是这个的价格和这个价格 这里的拐点和这里的拐头形成的底背离 判断方法也是一样 当你出现第二根阳线的时候 我才能判断这里真的出现了背离 这是我们对于MACD的两种用法 就是我们对MACD就一种用法 就是看它的背离状态 有顶背离和底背离 那背离这种状态在指数上 我们至少看到在指数上屡试不爽 每一次的顶背离和每一次的底背离都是市场的顶额底 就是顶底未必会底背离 但是顶底背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你可以去看19年的时候的上 19年6月份的上证 然后21年的时候的上证 然后包含这次上证 可能都是 然后包含每一次的底 实际上我们都能看到底背离 包括你在小轴器上 这个顶底背离也是适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